如果有一個條件怎麼判斷? 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條件怎麼判斷? 兩個條件以上的判斷 還有可能是有一種所謂的 應該都知道交集跟連集吧 如果兩個都要 兩個 它在交集部分 交集也許你就用AND AND的邏輯 如果是連集的話那就偶爾 其中只要有一個條件發生的話 我們就把它當成 這個條件為True 這個部分當然在Excel裡面的函數 該怎麼做? 然後在VBA裡面 當然邏輯是一樣的 可是敘述的方式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要學的 因為你們本來函數有一點基礎 當然你在這個基礎之上 你可以多學一點函數之外 也可以再往上跳一層 到VBA的設計領域 我想如果你的邏輯都相通的話 學習起來應該相對的也比較沒有障礙 也就等於是沒有重新再學一個新的東西 因為如果說我獨立把VBA這個東西獨立出來 你要重新學一個程式設計 光想到就覺得很難了 但是如果我們在既有的基礎之上 你再稍微再 等於是往上再跳一個階 不是說直接就跳更高階 那當然你會比較 稍微相對的會輕鬆一些一些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實際上你們現在其實也等同在學習程式設計 所以你還是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這東西當然絕對不可能是很簡單的 而且你把這東西學會 我是覺得在工作上真的是如魚得水 太多地方如果你這些都會 簡直進來什麼東西一下就解決了 這個效率我想沒有 至少是相相差十倍百倍都有可能 會跟不會真的是在一個動作 馬上可以看出來 有些事情都真的不會處理資料的人 你會發現 他就是開始突發煉鋼 Ctrl C Ctrl V C Ctrl C Ctrl V 在那邊慢慢弄 可是會的人你會慢慢 好了耶 哇塞這簡直是 有的東西你可能做一天完成 人家可能做個幾分鐘就把事情搞定了 那相對的你說人力資源上面 會差多少 當然如果以一個人資單位來衡量的話 我想人資他一定會想說 哇那這樣子 我乾脆把每個人都訓練好 變成有這方面技能的話 那公司可以省掉多少時間 對不對 因為你會發現每天在用eSale的人 幾乎辦公室裡面所有人都在用eSale 那他如果只要把那個時間給節省下來 不要說節省十倍 節省只要是有一倍兩 不要說倍喔 百分之10% 20%就已經很驚人了 累積下來 可以幫公司審多少的人 人事經費 有沒有 你會發現其實 有時候在成本上面 人事的費用其實有時候相對是 比較昂貴的 所以如果這些東西呢 通通可以利用那個自動化 或者一些程式幫忙解決掉的話 其實人事的費用可以減低很多 這是當然我非常有感覺的 因為其實如果創業過程當中要賺錢 一定要節省成本 因為你沒有開源啊 你其實說真的你沒有錢 你沒有錢的前提底下 你要怎麼樣節省成本 你才有辦法獲利啦 其實這個我非常有感覺 因為那時候其實剛開始喔 創業幾乎都 除了工作以外的 除了睡覺時間就是大概很少了 每天那為什麼要這麼累喔 因為如果要獲利的話 不要繼續再燒錢的話 就是要自己來 那要自己來的話 很多東西就變成說 你自己要提高效率 否則一個人也做不了多少事情啦 那所以才會用這麼多東西啊 其實很辛苦啊 但是其實學習 學到東西其實也是很紮實的 所以現在看到東西就覺得 剛開始會覺得喔 沒有頭緒 現在看到這些東西感覺好像 真的變得很簡 很 就不知道 感覺好像就沒有那種壓力 壓力已經 看到這東西就覺得小case 因為你已經看到更 更大的那個挑戰的時候 你看到這東西 簡直是非常的輕鬆 OK 所以其實如果你懂這些東西啦 你工作起來喔 你的氣氛也會變得很愜意 因為你不會緊張了嘛對不對 你也沒有什麼壓力 反正這沒什麼嘛 最後再兩下子就做完 你還可以一邊喝咖啡 一邊跟人家聊天 事情就做完了 然後你有看過那種同事吧 那你也看過另外一種就是 很緊張耶 真的他每天都很忙碌 可是問題他的效率真的很低落耶 做一整天奇怪 你怎麼做一整天 你到底是在打或摸魚 可是你又看起來不像打或摸魚啊 原來專業不足嘛 因為你沒有那個能力 當然你就只能慢慢弄啦 可是有的人喔 感覺很混喔 可是問題他就是 是以什麼時候 而且該交的時候就交出來啦 其實他其實 我覺得他應該有一點底了啦 他專業度夠嘛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關邏輯方面的函數 第一個請各位打開這個邏輯函數 然後切到那個一幅部分 那這邊的話我們有個 綜合評定就是根據他的平均成績 所以我想這個比較簡單的是 到底他及不及格 那如果及格不及格 兩種合格不合格嘛 那我們要做那個判斷的話 最常用的是 插入這個 這個類別裡面的邏輯函數 那這邊邏輯函數裡面有這幾個啦 其實總共有二二四六七個而已啦 那其中的話有一個if 最常用到的 那條件的話就是這個 如果大於等於60的話 那我們就是給他什麼 合格 反之的話呢就是不合格 OK這個不合格是false 那如果合格的話是true 如果當這個條件為大於等於60的話 OK那把它向下填滿 當然這個地方平定就完成了 可是如果說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我想應該大家都會啦 而且每天在做 可是如果說我們這邊多一個 就是說如果我這邊呢 假設我今天的判斷 不是要合格不合格 就像說那個學校的成績 現在大學裡面的判斷 都是ABCD A的話是大於等於80 B是70 60是C D的話是不及格 那假如說這個地方 我希望顯示的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什麼 而是剛剛講的ABCD的話 那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個 ABCD的邏輯給判斷出來 我把這改一下 這上面你可以再多一個多重好了 這邊是多重的判斷 那多重判斷的話 這邊會牽涉到 那邏輯剛剛如果兩個 可以這樣下 可是有四個耶 那四個可是只有兩個格子怎麼辦 很簡單嘛 就是在衣服裡面再插入衣服 衣服裡面再插入衣服 變成巢狀的啦 所以衣服裡面可以有一直插很多層的衣服 這個叫多重的衣服邏輯判斷 可是如果說像這種邏輯判斷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你一樣可以插入一個邏輯裡面的衣服 然後第一個條件怎麼樣 這個成績如果大於等於 先從上面開始判斷起 80分的話它是A嘛對不對 那反之的話什麼 反之就BCD 可是其他怎麼辦 沒關係 在FORCE的地方 再插入一個衣服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第一次插入衣服的話 是從這裡 第二次的話呢 請你從這邊喔 OK 第二次喔 那第二次以後的話 我們就衣服這邊 你會發現它會在我們的衣服裡面 再插入一個衣服 結構是一模一樣的 那條件的話呢 一樣大於等於 再來往下70 它是B嘛對不對 那反之的話呢 再插入一個衣服 所以管它幾個衣服啦 再來就是什麼 大於等於60嘛對不對 然後如果這個條件為觸 那就C 反之剩下來就是什麼 就是D了 按確定 結果做出來 把它置中一下 向下填滿 欸 有沒有做出來了 所以往後 如果你遇到 當然 這個兩重的邏輯判斷很簡單 一般大家都會用 可是如果你要多重判斷的話 其實這邊喔 如果 如果你不會ABC 那怎麼辦 這就麻煩了 你 開始頭痛了 可是如果說你會多重啊 特別說多重裡面其實是 在衣服裡面 先判斷第一個 剩下來的都是在這個裡面 繼續插入那個多重 OK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如果你會用的話 事情就很快可以解決 但你不會用喔 這恐怕怎麼辦 又要再用一些方法吧 或者公司弄得很複雜 也可以做出來 只是說你很浪費時間而已 OK 如果你會用一下子就做完了嘛 對不對 ABCD 像如果學校老師要算成績好了 像我要算成績 我非常輕鬆愜意 我都跟學生講說 真的會用E-Sale算成績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不會E-Sale 或者E-Sale不好的老師 像比較年紀大的老師 他要算成績 他就頭痛了 而且現在大學裡面的一個班級 都是幾十個人 那個算成績其實是很麻煩啦 但是用E-Sale來算真的太簡單 兩下子成績就算出來了 不太會有什麼壓力啦 OK好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合格不合格 ABCD 再來就是VBA 那VBA當然還有也是兩種方法 不外乎按鈕 不外乎就是插入函數 插入一個假設 我希望插入一個制定函數 他可以自動幫我去把 比如說合格不合格 或者是ABCD幫我做出來 OK那這部分該怎麼做 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